第一次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 其實全程的話 我覺得可以用幾個字來概括 包括說她是很冷靜的 自持 而且是低調 但是是非常務實的 怎麼會這麼說呢 包括說在紐約的 剛才說到這個哈德遜的研究所 雖然說可能邀請韓上 是用特別的貴賓 但其實在事前 他們也就釋出了訊息說 是要頒贈個蔡英文總統 這個全球的領導人獎 那當然這次就是回程的 加州之行跟麥卡錫的 眾議院議長見面 更是重中之重 那先前包括說很多的外媒 還是本國媒體有傳出說 會見面 又會取消 就是各種猜測都有 那現在麥卡錫的辦公室 跟我們的總統府 同步發出這樣的訊息 同步發出這樣的訊息 其實就代表說 雙方是有共識的 希望說就是在同步訊息上 讓大家不要再各式各樣 這樣的猜測 那大家也知道說 美國眾議院的議長 在美國國內算是第三號的人物 就是說就這個季位的順序而言的話 那當然他是這個民選的 這個就是國會議員 然後國會議員之間互選出來的 眾議院議長 他當然是具有他的象徵性 跟他的高度 那這也是我國的總統 雖然說歷來都有這個過境外交 但是這是第一次呢 跟這個眾議院議長 在美國的本土來見面 這當然是有他的意義的 你覺得兩人見面 大概會聊什麼 其實我覺得台灣跟美國 當然就是能聊的東西非常多 那當然這個實際上他們談的內容 可能要等他們見面 實際見面或是之後 雙方看默契 還有就是看整個的 我們在區域的安全穩定之下 釋出多少訊息 但其實台灣跟美國 過去這幾年來 包括說從軟的部分好了 經濟的 文化的 教育的 各式方面的交流 到比較很硬的部分 像這個國防等等的 就是很多的交流 其實我覺得 都是雙方可以談的問題 所以也就是我覺得說 其實這是很多可以來 就是互相來溝通 互相更加了解的 OK Russ 你覺得他們會聊什麼 首先總統可能要問McCarty 為什麼在我們見面的前一天 川普會正式被起訴 因為這個會搶新聞 真的 這個有點可惜 雖然不是同一天 因為川普就是在今天 對 是第二天 但是unfortunately 很多新聞就是會講到川普 不管是美國國內或國際新聞 所以這次 蔡總統跟議長見面的時候 可能新聞比較 就美國國內來講 這個川普的新聞一定是最熱的 當然 當然 那會聊什麼 可能是 就是每次美國國會議員 來台灣一謀一樣 然後國防 國防 民主 民主國家都要站在一起之類的 或這個resilience 不管是semiconductor 半導體 或其他的供應鏈相關議題 沒有什麼新的或不同的議題 就是老議題 每次美國政治人物來台灣一謀一樣的